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那这道题呢 又是问这个方法数的问题 它现在要求的是 每个小方格涂上绿跟蓝 我们把绿呢就记成1好了 蓝色就记成0 然后要什么 如果是同颜色 就要有共同的边 而且是每个同颜色都要共同边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涂成这样子好了 例如说11000 那这个呢就不符合 现在了解定义 我们就来数方法数 那关键呢就是分裂讨论 我们可以先用1呢 用1的数量来讨论 就是0个1 那这个一个1的话呢 这边就会落单 所以讨论的就两个1 然后三个1 那2跟4的情况呢 其实是对称的 0跟6是对称 所以我们只要分成这三类 那第一大类的话 就是说全部都是0 或全部都是1 那这边呢就是只有两种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两个1的摆法 那两个1的摆法呢 你可以摆这个直的 然后直的部分呢 其实这里有这个三个 那接着横的部分呢 你这里可以这两个 那或者是这两个 那或者是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 所以横的部分呢 这里有这个4个 因此 两个蓝的呢 就有7个 但是呢 你也可以什么 两个绿的 所以这样子呢 总共有14种 接下来三个蓝色的 那三个蓝色的话 一样 我们不能够绕成这样子 因为这个原因绕单 所以我们现在 能够考虑的呢 就只有什么 上面一排 下面一排 那接下来 还有所谓的这个 L型 但L型呢 你也可以长在这边 或长在这边 那或者是长在这边 跟长在这边 但是 不可以像这种形式 所以这样子呢 总共有6种 因此全部就是 2加14加6 就是22种 这种问题 考验的呢 就是分类讨论的细心程度 那你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分割点 让待会的讨论 比较简洁 利用对称性 简化一些计算